火箭一定要处在地上起飞吗 不一定嘛 把它挂在747的机翼下方 先带上高空在水平发射 也是可以的 觉得新鲜吗 其实都是航天飞机玩剩下的 早在1977年 人家就已经从一架747的背上成功放飞过了 不信你看 不过很可惜 它这次的目标不是天上 而是地下 并且以后也从来就没有真正的突破过大气层 所以这到底是一架什么样的航天飞机 我是百科全书火箭书 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它的故事 它叫做企业好 在所有的航天飞机里面排行老大 于1976年9月首次亮相就受到了如明星一般的欢迎 为什么呢 因为它本身就是明星 是当时已经风靡全美的星际迷行里面 企业好新建的现实版孪生 所以在机库前面等待着迎接它的几乎全是星际迷了 就连剧中的演员也和NASA局长战争一排 兴奋的为这家不知道属于谁的飞船剪裁 这是属于NASA的吗 不全算 他们就连给它命名的权力东流 原本想着这一年正好是独立宣言颁布的200周年 请名叫宪法号都好 但星际迷行迷的数十万封情愿性的瞬间 就把总统办公室给淹没了 迫于舆论压力 只好改名叫企业号了 那这算是星际迷行迷的吗 更不算 首先它的舰长叫做弗雷德海斯 是真正的阿波罗13号的飞行员 而不是虚构出来的詹姆斯科克 其次它连一次太空都没有去过 更不可能像星际迷行里面的企业号那样 来一次酷炫的超时空跳跃了 它的任务是为了测试 测试航天飞机那对没有发育成熟的小翅膀 到底能不能支撑它 重返大气后稳稳地落在跑道上呢 所以它是拥有完整的结构 准确的质量分布 跟正常工作无意的起落架 一面控制系统和五台飞行电脑 只是由于不需要冲出大气 所以就少了发动机 也少了真正的隔热瓦 当然这些在轨道上用来调整姿态的小型推进器 也是划出来的 但你注意到没有 人家也有多出来的东西 那就是围于鼻尖的这根探针了 它的目的是为了校准基载空气动力学设备的 生那么长是怕受到机身周围已经扰乱了的空气干扰的 另外一样东西也很扎眼 把尾部整个包起来的伪追了 倒不是因为它没有发动机 所以没有做喷口拿来择丑的 人家当然也是有假喷口的 后面也是要做测试的 它的目的是为了提高航天飞机整体的气动流线性 在后面每一架真正的航天飞机 被备在747倍上是都是要扣伤的 只不过企业号是唯一扣在它自己飞的而已 说到飞 它没有发动机要怎么飞呢 这也正是测试的一部分 因为考虑到航天飞机可能的降落地是西海岸的加州 而发射地则在东海岸的佛州 两地之间横跨全美肯定是用空运最为快捷嘛 所以在航天飞机计划的一开始 NASA就已经将一架专门用于运输它的飞机考虑了进来 结果就是这架经过了改装的波音747了 它可以把航天飞机拖在背上带着它飞 为了减少改变的气流对唯一控制面的影响 你看它与普通747最大的区别就是这了 超宽的水平尾翼加上立在外面的附加骑片 经过多次实验之后 NASA确定这架奇怪的合体机械是可以飞上天的 于是就大胆地进行了验证 当然背上的企业号里面 一是没有带飞行员 二是所有的系统都处于关闭状态 三是连一切可以活动的部件都是锁死的 这种真实的飞行让NASA得到了很多的宝贵数据 并且也的确看到了一些只有实测才会出现的问题 比方说超出预期的湍流引发的震惨等等 在解决掉这些之后 下一步就是代言的开机测试了 两名飞行员会进入到企业号 并且开启完整的系统 以便为机上供电和制冷 其中最重要的就是看看五台飞行电脑 是否能够在这种情况下正常工作了 因为没有他们 任凭你再有经验的飞行员都是白搭 航天飞机的小翅膀靠双手双眼再加上双脚 都是玩不转的 它需要非常细微与迅速的修正 才能保持姿态顺利降落 这个人是的确干不了的 所以才准备了五台 其中一台是备份 另外四台相互纠错 荣余做的简直是够够的了 好了 到了1977年的8月12号 该做的准备都做过了 是时候让747背上的企业号单飞一把了 计划是这样的 当两架合体的飞机到达7600米的高度 和500公里的时速时 波音747开始俯通为背上的企业号提供更大的升力 然后爆炸螺栓炸开 两极分离一上一下 一左一右各自继续下面的任务去了 不过这里有个因素相当关键 你看它俩的机翼面积就知道产生的升力 完全就不在一个水平上 当747有足够的升力的时候 航天飞机是根本飞不起来的 那可怎么办呢 只有让两者的机翼公角不同呗 航天飞机的公角要更大才行 所以它在747背上才是翘起头来的 而且企业号翘的也要比它后面的几个兄弟更大 因为只有它才要真的单飞嘛 前面的支架长了大约2米 接下来最关键的就是降落了 企业号一共降落了5次 前4次都还不错 但是最后一次也是吸引最多关注的一次 连英国网址查尔斯都被全粉来现场了 却差一点就变成尴尬收场了 大家可以自己看一看 连舱内两名飞行员的对话都能听得到哦 实际上这种情况正是由于完全自动的飞行控制系统 和想要接管的有经验的驾驶员之间产生的冲突造成的 跟别的飞机不同 航天飞机的机翼上有一对额外的升降富裕 它们既可以控制飞机的抚养 也可以控制飞机的滚转 但是电船系统对抚养控制的优先记忆要更高一些 这就会让当接近地面控制指令越来越密集的发布时 飞机的抚养变得有些滞后了 这哪是有经验的飞行员看到过的状况 所以他们就忍不了要去介入调整飞机的抚养 跟飞行电脑一看 你这不行啊 又给再调了回来 这拉锯战一开 结果往往就不那么好了 看来人和电脑的配合还要再单独拎出来练一练 这个画面看起来怕不怕 它就是NASA为了训练电脑和飞行员专门改装的一架F-8十字军战斗机了 就这样 慢慢调教和配合之下 世界上最难飞的滑翔机航天飞机才越降越稳了 当然这一切的开始都是这架可能很多人根本就不知道的企业号航天飞机了 在经历了天上的飞行试验 地上的运输试验 架子上的吊装试验 还差一点当了挑战者号的备胎之后 它现在正安静地趴在纽约曼哈顿退役的无尾号航母甲板上 无声地讲述着这段历史 好了 这就是今天的内容 我是火箭树 关注我把不一样的科学故事讲给你听 好